好 然后这前面的呢 我们是今天的这个整个庭审的回顾 那么实际上今天咱们是最后一天 过去的一周 但是我们过去这一周 这个四天时间是吧 四天时间实际上这个经历了几个证人 七个五个证人 五个证人 对五个证人 不加今天的 对对 就五个证人这里边设计了很大的内容 很多的内容 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个回顾 然后还有一些重点我们再讨论一下 因为你们在现场或者你们当天做节目的时候 不一定说那么重要 但是我们经过一周下来以后 我们就发现有些事情真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尤其是昨天 我据我回来的这个战友那个昌天 说当天政府提了将近六十个objection 所以我当时就想提问就是 在法庭上什么情况下他提objection 或者对方也可能是咱们提objection 就什么情况下会overloose 什么情况下会sustain 按照这种规则的话 这我要能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我就不用做事 我就可以再去反验了 对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你说哪一方可以提这个objection 对吧 就是法庭 这个我就要跟你讲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美国的法学院 这个上学 你肯定是法学院毕业了 你是哪个法学院毕业的 还记得那个位置吗 问周先生 你是哪个法学院毕业的 这个后面再有 你先讲 这个就是说法学院的这个美国的法学院的这个课程啊 就是他这个美国法学院法学博士有三年 第一年的都是这种非常基础的就是几个这个他叫这个必修的 必修的课 像什么这个证据不是这个证据吧 什么property啊 torts啊 criminal law啊 这几个还有这个criminal procedure等等 然后等你第一年上完这些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课以后 第二年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课 一门的就叫宪法constitutional law 还有一个就叫evidence 证据 证据法 这个证据法的这个就是说每个法学院的学生必须要必须要修的 而且是什么 而且就是说你法学院毕业了以后 你要考这个律师的执照 证据法是这个律师执照考试的很大的一部分 这个证据法的考试他怎么考呢 就像你在法庭一样 他会给你一些就是说这个考试卷子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 假设你已经在法庭了 这个比如说是甲方或者检方提出了这个证 这个要要要要要这个陪审堂看这个证据 然后你作为被告的律师 你这时候可必可以站起来说objection 如果是可以的话 那法官应该怎么判 所以呢他这个证据法就是美国的这个 这个对证据的这个在法庭上展示证据 他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所以你就看就我们跟七哥的这个这个就 七哥这个律师在最后阶段就还差一个月 一个半月要上庭的时候 双方的大量的动议都是关于证据的 就说到庭审的时候都可以展示什么样的证据 ok实际上在这个你要是记得的话就是当时这个 检方提出了很多说我们要我们要要有这些证据 可以让我们让让叫include following evidence 然后同时的说应该这个双方的这些东西应该不应该 叫precluded就是不能落这案来排除 对要排除实际上那个时候就已经定了基调了 然后你记得法官也做了很多决定 然后有好几个决定法官都说我这个你们这些证据 我现在暂时不让你们这个就是 但是到了法庭的时候你们有机会再去提出理由 为什么要进为什么要不要进 ok所以说很多这个证据实际上在那个阶段就已经 双方都已经达成了共识 但是呢就像是临时出来的这些证据 就像我们今天举的这些例子 一般来说有几个就是说如果这个证人过去在 在今天或者过去作证过程当中 你这个他你回答这个问你提出这些问题 他已经已经回答过了 他叫ask and answer 就是说那你就不用再再回答了 我想就是为了这个法庭节省时间对吧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 你让人觉得这个你这个你这个问题本身就会对这个被告有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都等于先入为主了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就是几就是就是讲到这个这个开曼基金这个投资的时候 就是最后检方又问了在redirect的时候又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啊 当时这个 Saraka提供的这些文件 你们说都是符合 符合调节符合要求的对吧 那如果你们知道这些文件里头是假的是不实的 你是不是就不会接受他们的条件 所以我们的律师当场就站着说objection 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同意他这个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你等于先入为主就已经说他是他是在撒谎 他是在骗人对吧 而且我记得是两次 第一次呢这个Ryan Finkel用的这个词是lie 就是撒谎 撒谎 C的说object 法官说sustained 同意 然后呢Ryan Finkel又马上又换成说untruthful 然后C的说objection 法官说sustained 还是对 对 就驳回了 对 而且我记得最后这个问题 就是双方争持不下 就没让问 对 这个no Finko先生又换了第三种方法 然后这个sit还是反对 嗯 然后就说那好我们塞的吧 然后又去塞的吧 对塞的吧回来了以后 没让问 没让问 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啊 就像我说的这个这个证据法 他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 就基本上对 你在这个对 你在这个这个庭审的话 这个百分之大概法官就像这种庭审 那百分之九十的决定 都是关于这个证据是不是可以 你包括今天早上在我们正式开庭之前 就是我们昨天提到了这个 这个他的这个 这个第六号证明 就是没有资格去 对对对 评论专业的 双方这个又递交了这个相关的文件 嗯 然后又在当庭又各自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最后法官还是站在了这个我们这一边 嗯 说对他就是很简单 就说他 嗯 他是他叫法官用了一个 prohibited 禁止他回答这方面 很严格很清楚的说你不可以问这个问题 对你不可以 禁止 对 嗯 我不知道这个我这个是不是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我学习了 我加一个我这两天观察了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提出反对 他也经常就说的是hearsay 对对对对 道听突出 也就是说他不能表达别人在想什么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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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证人只能说他自己知道或经历的事情 他不能表达人 而且法官 别人说什么 法官就是我 就了解 这法官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马上就给答复 对对对对 你over路还是set 很快很快 立即就 所以其实是对法官的要求是非常高 对我们的这个双方的律师要求其实也很高 所以律师也是很快的反应 马上objection 你过了就没了 昨天我听说那个听常天说 这个政府的这个律师 几乎没坐下来objection 因为六十几个 是这样 他因为要objection他必须得 就是这个相关的律师 一定要站起来 包括今天这个我们的律师也是 听这个这个检方的律师 在提问题提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站起来 等他一说完objection 已经站起来 马上就准备好 是吧 对 OK 好